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大家有安? 有安 最終要倒數第二節課 心情變得很好,因為要下課 可是,告訴各位,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我們執政前的準備,真的要花各位很多的時間 早期班完,剛才聽人家說早期班完還有高級班 高級班完還有職務點招 所以這段時間,各位可能會比較辛苦 然後,我們快要結束 接下來的課程會比較多的考試 所以我們幫各位做個總整理 各位了解一下,那我們今天 上的題目是什麼? 這個題目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課表上面有啊 對不對 那我叫什麼名字 很好記啦 如果要去試圖就想到我這樣,休閒 不要寫不對 不要寫那個休息的休 然後就用的用,閒 真的有人夾給我 然後寫休息的休 然後那個很輕鬆那個閒 閒閒沒事情那個閒 我把它拿回去 各位從戰爭史 戰爭史各位有沒有看過? 台灣的戰爭史 台灣到底發生過於什麼事? 戰爭史 在哪裡可以看得到? 在後面就可以看得到 後面那個 現在坐在那裡很認真在看書 穿紫色背心那裡就可以看得到 舉個手讓大家知道什麼 戰爭史在哪裡 在他那裡 你如果 戰爭史在那裡 你如果 真的現在 不太方便 網路上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沒有看到完整 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 網路上你可以看到戰爭史 在官網的左下角 那你們就有提到戰爭史 那戰爭史跟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 戰爭史 到底跟我們還有什麼關係? 你們從第一天晚上開始 那個潘老師在跟各位講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要正常 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到底有正常嗎? 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到底有正常嗎? 還是哪裡你沒有正常? 出去沒辦法 說我們台灣 都沒辦法代表台灣 都沒辦法說台灣 講清楚一點 我們現在的奧運代表隊 出去 到國外去 到國外去 我們的奧運代表隊的名稱是什麼? 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在台北 中華民國在台北 很簡單 他講的對了一半 Chinese government 再加一個exile 中華民國在台北 排台北 這裡就講到很重要的問題 各位比較少去思考過的 各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現在講戰爭史 讓各位去思考一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 剛開始的閃電戰術 所以一下把法國 把波蘭 把歐洲那些國家都打敗了 他們有沒有落跑 有啦 他們的政府一定要離開 德國已經占領他們的國家 法國政府也落跑 波蘭政府也落跑 他們不約兒童跑到哪裡 各位知道嗎 不約兒童跑到倫敦 真的他們全部跑到倫敦 為什麼要跑到倫敦 各位對歐洲可能不太了解 真的有空多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歐洲那裡 倫敦剛好隔著英吉利海峽 德國要跑過來比較慢 所以他們跟英國比較熟 所以他們只好先跑到英國 所以在倫敦有三個政府 一個叫做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英國政府也在倫敦 這樣很好笑 這樣會很好笑 不會啦 人家現在因為怕輸了嘛 應該像國民黨一樣 國民黨最厲害的怕輸就贏了 那個潘老師不是有告訴各位 他們很會轉進嘛 法國也轉進波蘭也轉進 通通轉進到倫敦 那時候在倫敦有三個政府 那我現在請教一下各位 各位用很簡單的一個概念跟常識 現在法國政府他要選臨時的總理 他要算啊 他剛才叫倫敦市民去投票 為什麼不會 現在中華民國叫你去投票呢 不是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選那個總統 為什麼要叫那個我們台灣的人民去投票 跟我們跟他有什麼關係 慢慢各位就會了解 用這些你就會可以跟你朋友 你回去可以跟你朋友開始去聊 他們聽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會很混亂 因為你講到他們都沒聽過的東西 可是慢慢的他們會了解 這是國際慣例 我們從戰爭史 裡面談到戰爭法 談到萬國公法 今天我會用幾個投影片讓各位知道 幫各位做一個總整理 讓各位在最後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離開 我們先從這裡開始談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他要選總理的時候他不會找倫敦市民投票 倫敦市民都知道倫敦是誰的 英國的 所以他知道波蘭流亡政府是臨時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也是臨時在倫敦 那請問一下這個國這個臨時的流亡政府 他要怎麼樣才會合法 要怎麼樣才能夠再度合法 成為不是流亡政府 不要流亡嘛 回到自己的國家這麼簡單啊 他回去法國 如果那時候法國已經 有法國的政府在那邊他怎麼辦 他只能繼續流亡對不對 現在中華民國一樣的狀況 中華民國在69年前流亡到臺灣來 他流亡了之後呢 他的唯一的路 就只有繼續流亡 他剛開始來到臺灣的時候 他做了一些很不合乎國際法 跟萬國公法的事情 也引起歐洲美洲的國家大力的反對 第一件事情他就是 把所有的中華 所有的臺灣人規劃成為中國人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所以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英國 還有一些國家 他們都很反對 甚至就開始在討論 跟美國的總統在討論 是不是讓蔣介石他們父子 繼續流亡 所以各位看齁 戰爭史看到很多的那些 裡面的檔案都有在解密齁 因為我們打贏了 我們在2006年打贏了官司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檔案 那裡面蔣經國親自寫信給蔣中正 蔣介石 他寫給蔣介石寫什麼 爸爸 好像 這沒有聲音了 他寫說 爸爸 那個美國好像要叫我們繼續流亡 他要叫我們流亡到菲律賓馬尼拉 這是真的喔 蔣經國寫給他爸爸的 那時候國際上也都去 知會菲律賓 喂 不是喔 是太接近了 他也都去知會菲律賓 他問菲律賓總統 那個蔣介石可不可以流亡到你們菲律賓去 因為台灣他違反了國際法 那時候他違反了國際法 然後其他的國家把他送到菲律賓 菲律賓總統 答應了耶 各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蔣介石跟蔣經國他們沒有去菲律賓 各位知道嗎 金秘黨案裡面都有寫 所以各位可以回去看戰爭史 那時候蔣介石跟蔣經國 他們沒有流亡的原因是因為 杜魯門總統說過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一個美國的總統 親口說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所以菲律賓總統聽進去了 他說這一家都是賊 等一下來偷我們菲律賓怎麼辦 他在台灣這樣倒行逆事 來我們菲律賓也這樣子拿著槍桿子 來欺負我們這邊人怎麼辦 所以呢 他就跟美國答應說 好啦 看在美國的面子 因為美國統治過他們嘛 他說好看你的面子 我給他來這邊流亡兩天 他說這個啊 他一定玩笑流亡兩天 因為他們家太恐怖了 兩天我就希望他們繼續流亡 就離開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流亡 那剛好又遇到南北韓戰爭 所以他們繼續在這裡 所以從這裡開宗民意 一直在跟各位強調的 流亡政府 從1830年之後 從拿破崙戰爭之後 就有一個國際的公約 叫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哪開始說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那 不得了了 法國就在 法國跟波蘭就在那邊一起 跟倫敦打來打去就好了 看誰打贏 那個地方就是誰的 1830年之前 所有的戰爭 誰打贏去占領 他就把那個土地占領 那個土地就變他了 所以那時候才有那個蒙古 那個陳吉山的大帝國 才會有那個奧匈帝國 才會有這些 亞歷山大帝國 他會有這麼大的帝國 因為他們占領的就是他們的 1830年之後 1830年之後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1830年之後 這命就不可以移轉租款 那是1830年之後 所以各位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1830年之後 開始所有的世界各個國家 開始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戰爭法 戰爭法不是只有一本 戰爭法是有很多的判例 法院判例 海牙公約 然後很多的 很多的公約合起來的 戰爭法裡面的戲目很多 甚至美國的陸戰手冊裡面 也有 有關戰爭法的總會的匯編 所以 戰爭法裡面 就會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開宗民意第一條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不能移轉租款 這裡就要請教各位 各位上課三天了 自三天前上課到現在 你們應該有了解了 我們常常看那個 潘老師給你們看 看到那個 我們的長輩說 他兩歲的時候就躲防空洞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片子 有齁 他說 他們說 我們那個時候 讓誰扔領 讓日本扔領 讓誰扔 讓日本 被日本 被日本佔領 被日本轟炸 這很不合乎邏輯 我們現在想到很好笑 因為你們開始了解 不過很多老一輩都是這種觀念 那時候日本佔領我們 日本轟炸我們 日本打我們 奇怪都是日本 我們跟日本感情這麼好 什麼的都是日本 好的也是 不好的也是 什麼 像把我們做了很多的造橋鋪路 幫我們做地下水道 幫我們建造 鐵軌 幫我們整個建造那個 這堂的工廠 什麼 做了一大堆工廠 昨天下午那個 許老師有沒有給各位看過 各位都看到了嗎 日本在台灣的建設 他真的把台灣當作 他自己的國家 在建設 奇怪 好的也是 不好的也是 你會發覺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現在 就算再去公投 你會發覺 有58%怎麼樣 自認為是 中國人的台灣人 都已經說了 要說了 是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在祖人為自己是中國人 來抓一下手 都沒有 你們都知道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外面有 超過58%的人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我 沒有來上課之前 我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講到教育 所以從學習 我們要開始革命 有一本書叫 學習的革命 這本書各位可以去買來看 學習的革命 我們從學習就要開始革命 他從來了之後 開始 叫我們講北京話 我從小時候 在國小進前 我都跟爸爸媽媽說 台語 我不會說北京話 為什麼這麼快就讓我北京話 去後第一天 老師開中民意就說 你如果說台語 發錢 老師有的 老師就握一下 發錢之後我幫你打 所以那個時候 國小一年級 在那個環境之下 要嘛就不講話 嘴巴的 要嘛就講北京話 不可以說台語 那時候這樣被壓榨 我媽媽也說 就不要講台語了 我媽媽開始他們也都不講台語 跟我講北京話 因為 要習慣 阿公阿嬤跟你說台語 爸爸媽媽跟你說台語 你去學校一定會說台語 阿公同學也你說台語 那時候說台語 都要北京牆角 真的要躲在牆角 因為怕老師聽到 我們在座的年輕人 可能沒有遇到過這個事情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61年念國小 1972年在念國小 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的狀況 1970年 那時候躺國小 我不知道台北市的時候 我們花蓮官 玉利國小 那座家又是那種型 一定要說北京話 不說北京話就發錢 所以他從教育開始去改變你 他從教育開始去毒化你 開始去深化你 讓你完全忘記自己是誰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這台的台灣人很可憐 除了任賊作父之外 他把我們賣 我們還拿他算錢 為什麼這樣說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繳稅 有啦齁 中華民國萬安稅嘛 什麼稅都沒有在繳 最近七月六月要繳什麼稅 對啊 很多稅 講到這個稅齁 為什麼我們會那麼多稅 為什麼不繳一次所得稅就好了 為什麼要繳那麼多稅 各位知道嗎 不太了解齁 講歷史給各位聽 那時候清朝有一個非常聖民的皇帝 當了六十幾 好像六十年的皇帝吧 叫康熙 各位有沒有聽過 康熙 他們叫做聖祖康熙嘛 非常英明的皇帝 他覺得他要讓中國人強起來 富起來就不能加稅 所以他在死的時候 送給他兒子四個字 送給雍正四個字 叫做 永不家父 什麼叫永不家父 各位知不知道 永遠不加稅 啊是啊 雍正齁 老爸說的 遺言 所以他不能加稅啊 那怎麼辦 我打仗要錢啊 我後宮家裡三千人 我起後宮都要錢 我沒有錢怎麼用啊 我不能加稅那怎麼辦 我從人民身上拿不到稅 我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開始就有 那時候他們又有一個很有名的 到了康 到了乾隆 國庫更是捉襟見走 所以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宰相 叫何生 欸 我告訴你齁 我們可以變錢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所以呢 我們現在齁 犯罪的人 我們給他異罪贏 你本來破死刑 你如果交一萬妞 就變三十年 你如果交一百萬妞 不用死 不用冠 異罪贏 這樣又不夠了 錢開來打仗 因為那時候 乾隆他要當十全老人 他就開始浩大喜功 異罪贏還不夠 那怎麼辦 再來買官 官也可以用買 五萬妞做一個館長 十萬妞做一個館長 這樣子開始 所以他們那時候講 三年輕支付 十萬雪花銀 做一個支付 你可能五萬妞去買 不過三年 你可以賺十萬妞回來 我如果做一個生理齁 你一百萬 三年賺兩百萬 你要走 很多人願意啊 所以他開始有買官 然後再來呢 不能課稅對不對 接下來你過路要過路費 我們現在高速公路有過路費 然後你沿的過了也要沿費 什麼 一大堆朝運什麼 都要錢 所以開始變成清朝萬萬歲 到了中華民國也是萬萬歲 外國人來到台灣 一剛開始都很複雜 看得沒什麼 你們不管是都在六錢 他為了減輕你的負擔 所以把它一整筆 把你拆成 每個月在付 你有房子要付房屋稅 地價稅 你有車子要付什麼 燃料稅 牌照稅 他一條收不夠 都要給你拆兩條三條 就這樣一直拆一直拆 這就是稅金啊 然後營業稅什麼 然後財政部一天到晚就在變錢 這是從上面的漏息 一直改到現在 所以 這些漏息 會讓中華民國 一直停滯不前的原因在這裡 那我們經過了這69年來 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我們已經被奴化得很習慣了 台上我們先來看那個 中國奴化我們的真相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 到底怎麼奴化你們 讓你們 很多事情你們覺得習以為常 然後覺得 這些都是對的 中華民國就是在台灣 最後 我們真的要開始 每天閱讀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1937年 中華民國的那時候是26年 1937年7月7號 盧溝橋事變 哪有讀到啦 哪有讀到啦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歷史 我們都有念到啦 我們都沒有在念日本歷史 但是我們念中華民國的歷史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歷史 中國東北發動侵略 中華民國蔣介石元帥 被迫呼籲對日戰爭 但是一路戰敗 退竄到四川重慶 幾乎到了要投降的時刻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強的 我們是誰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啦 要搞清楚 我們到現在都大日本帝國 你們上了這三天要搞清楚 要開始讓自己知道 我們不是中國人啦 我們是日本人啦 然後呢 1941年12月19號 日本齊襲美國珍珠港 這個時候 這一段 這個也是 讓美國嚇一大跳 日本這麼強 連美國都不敢打 你去看那個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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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虎虎虎的那個電影 其實那一戰齁 如果 按照策略 從頭打到尾 美國沒有那麼快爬起來 因為第一戰把他的那個 整個港口都炸掉了 第二戰 第二次進攻 就是把他那個油庫整個炸光 沒純沒油 他是怎麼煎 結果齁 那時候美國剛好 航空母艦回航 因為他們都不敢相信 日本真的打到那裡嘛 可以情報做到那麼秘密 都一大早起來這樣 他們在休假 港口被炸掉了 接下來要炸油庫 他們航空母艦即時回防 所以呢 那個司令官呢 突然改變念頭 去跟航空母艦對打 雖然重創美軍 但是沒有把他的油庫炸掉 有油齁 他就有機會再趕快站起來 因為油油嘛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戰略執行徹底 沒有如果戰略執行徹底 現在可能改變了 我們不用這麼辛苦 還有因為他太重視台灣了 昨天看到許老師說 日本人真的很重視我們台灣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美軍開始在回攻的時候 打中途島打流氓島 奇怪他們怎麼不打台灣 接下來就是台灣啊 他為什麼不打台灣 他們都很會講很多官樣文章 我那個什麼怕牙招數 我轉進到台灣 美軍也是一樣 他說我實施跳島戰術 各位知道什麼叫跳島戰術嗎 有聽過嗎 因為台灣那時候是日本的 關東軍第十方面軍 在守護著台灣 很強的 他不會拿他的機能來打我們的酒頭 他一定破的嘛 所以他說好那我跳島 我跳過台灣 我直接到琉球 到琉球 所以他在1945年的4月1號 1945年的3月26號 都天皇宣布我們成為 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前五天 他去打琉球 啊五天就把琉球佔領了 因為琉球很好打的嘛 他打台灣可能要打很久 一個月兩個月都不一定打得下來 搞不好還打輸 所以他先打琉球 所以在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淪陷 馬上成立琉球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沒有打 所以齁 他沒有跟台灣對打 所以台灣齁一直 又蔣介石一直想要台灣 因為蔣介石要找一個可以落跑的地方嘛 美國剛開始也不敢把台灣交給蔣介石啊 美國剛開始把台灣交給誰 各位知道嗎 台灣那時候齁 麥克阿瑟將軍第一號命令 台灣的那個軍事的 軍事的那個管理者 是孫力人 這都在秘密檔案裡面 戰爭史你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台灣的那個行政長官是陳怡 陳怡在關台灣 軍的是孫力人 這兩個在顧台灣 蔣介石要去哪裡 蔣介石一路戰敗呢 蔣介石當時只是行政院長 林森對日本宣戰 所以呢 蔣介石沒有資格宣戰 然後日本帝國不予理會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蔣介石 他已經打得快要輸了 他那時候帶著所有的幕僚 他要撤退啊 他要轉進啊 他轉進到哪裡各位知道嗎 猜猜看 澎湖 他先米在澎湖 他米在澎湖 他就開始運用他的 高明的政治手段 他先派他的外交官 還派宋美齡去美國 去跟羅斯福談 可不可以讓他來台灣 各位知道齁 中華民國在美國 華盛頓那裡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那個什麼 他們的辦事處 叫做雙向園 各位知道嗎 雙向園就是他們都在那邊 宴會的地方齁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宋美齡去那裡都沒雙向園耶 他沒到底在雙向園耶 奇怪 他去美國都住在白宮耶 很厲害 接下來我就不用講太多了 他住在白宮 所以羅斯福答應了 既然犧牲這麼大 所以羅斯福答應說 讓蔣介石來台灣 所以蔣介石才 孫力人才飛到澎湖 說我們永遠效忠領袖 所以蔣介石就飛來台灣了 他一飛來台灣第一件事情 把孫力人軟禁起來 孫力人就當了一輩子 就一輩子的清官齁 就被軟禁了 然後再把陳怡幹掉 這就是蔣介石 他是殺人魔王 他不是偉大的領袖 他也不是民族的救星齁 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軍隊 來台灣代表盟軍 接受日軍投降 台灣受到蔣介石的軍事戰管 中國歷經傷亡慘烈的內戰 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 消滅中華民國 為什麼他講消滅 在南京有一個石碑 很清楚寫 中華民國 1911到1949 所以中華民國在1949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可以在台灣狗年殘喘69年 蔡財源蔡老師經常在講 因為台灣沒狗人 那時候越南 蔣介石的軍隊很多 那個20萬大軍 就是撤退也撤退到越南 可是他們半年之內 就被趕走了 就被越南的軍隊趕走了 越南軍隊有那麼強嗎 沒有那麼強 越南那時候出了一個狗人 叫做胡志明 各位有聽過胡志明吧 越南現在的首都就是胡志明市 胡志明請法國的軍隊 你以前統治我們越南嘛 你來跟我們搗三天 我給你好處 你幫我把那個 中國那些賊都趕出去 半年就把他趕走了 我們台灣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的先賢先烈 也有去找 我們是日本人 他也請日本天宏 來跟我們搗三天 跟中華民國關照 問題是 那個時候日本天宏 自顧不暇嘛 他自己就告不 沒辦法告了 因為他在就近在和平條約 他已經宣布了 他放棄台灣所有的title right跟claim 各位知道 義大利齁 對索馬利亞的那個和平條約 他放棄那個 索馬利亞的right跟title 那為什麼日本天宏要放棄claim 不是claim 為什麼他要放棄title right跟claim 為什麼 義大利對索馬利亞他只要放棄 right跟title 我說這個好像太親了 還是要說比較切 我看大家都已經 倒一片這樣 這個對各位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在跟朋友 你如果沒有這個專業 他們不會聽你的 中華美國跟他們說太多了 說到他們都把那個 馮金當馬糧 都是認為他們的是對的 他連的歷史都是對的 你到國外去看那些歷史都是假的 在台灣你會覺得那都是對的 所以台灣人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各位知道嗎 很多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各位知道什麼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嗎 各位知道嗎 好 跟各位講簡單的齁 有一個小女生 她被一個搶匪綁架了 長大了以後齁 因為被搶匪一直關在那裡 所以她最後都愛上那個搶匪 跟那個搶匪結婚生小孩 然後呢她認為那搶匪是好人 那請問一下那個搶匪齁 那個搶匪齁 那綁架她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大家都知道是壞人嘛 可是她為了保護她的老公嘛 她到最後齁 對加害她的人齁 卻變成說她要保護的人 加害的人 她變成要保護她的人 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是加害台灣的人還是 我們都知道她是加害台灣的人嘛 結果我們現在呢 我們一天到晚要保護中華民國不是嗎 我們的年輕人 進去裡面效忠 我要保護中華民國 誓死效忠 對啊我們就糊裡糊塗這樣子 替任賊做婦還去當兵 我當兵才好笑咧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跟我講當兵的趣事 我們台灣人集體意識 都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這個病患 真的 因為我們對中華民國就是這樣子 他明明是加害我們的人 然後我們卻任賊做婦一直在幫他們 探錢給他們開 還要保護他們的人 保護中國的第二代 因為我們有超過58%的人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你們要醒過來啊 你們要讓你們的朋友醒過來 你們真的要認真的把這些東西學通啊 你們有把這些東西學通喔 你跟他講 他還找一群人來給你捨變 然後呢講到後來 他把錯的事情都講到對的這樣 你牙口無言 你門虎難敵猴群啊 你講的是真理他們也不相信啊 就像當初耶穌基督一樣啊 就像當初穆罕默德 釋迦摩尼佛一樣 這些宗教偉大的領袖 那個時候不是經歷過很多的法難 什麼叫法難嗎 因為他講的是真理 可是會有很多的階級 婆羅門教的他們那些階級會去攻擊他們 不要讓他們去 把真理散播在這世間上 所以各位現在真的要勇往無前 我們是革命的什麼 先列嗎 不是啦 我們是革命的先行者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 概念 完完整整講給我們的 朋友們聽 這是正確的歷史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0月1號成立耶 這是正確歷史 聯合國那時候都有很清楚的紀錄 為什麼那時候中華民國會退出聯合國 是我們保護我們的國格 我們自動退出的嗎 不是啦 我們是被他們趕出來的啦 不是我們啦 是他們被趕出來 講到你看我都還會口誤耶 是他們被趕出來的啦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承認 他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 那中華民國算什麼 對啊 他是流亡政府嘛 除非他回到中華民國 他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那時候他被趕出聯合國 那請問一下中華民國要再怎麼樣 我們現在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念之在之說要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那中華民國要怎麼樣才能夠重返聯合國 很簡單 幹掉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就可以回到中華民國不是嗎 他就可以回到聯合國不是嗎 中華民國反共 然後呢把中國共產黨幹掉 讓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的唯一的合法的政黨 他就會再次代表中國回到聯合國嘛 他只有這一條路啦 他在台灣再怎麼選 選立法委員選總統再怎麼選 他選一百年選兩百年選三百年 他可以回到聯合國嗎 不行嘛 183年之後國際法就已經嚴格的規定了 各位要搞清楚 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解 他跑到菲律賓他也無解 他只有真的回到 那時候是對的 蔣介石很清楚知道 那時候真的就只有把那個毛澤東幹掉 他才有辦法回到那個中國 他才可以再次成為合法的政黨 沒有他就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流亡一百年是不是流亡政府 流亡兩百年是不是流亡政府 他流亡一千年還是流亡政府啦 只是我們台灣人那時候都搞不清楚了 我們在台灣裡面 我們的子子孫孫就很大聲的講說 我們是中國人 然後中國人說誰理你們啊 你們是中華民國人 啊什麼叫中華民國 啊什麼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子子孫越來越搞不清楚 到後來就會成為一個局限在島內 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井底之蛙 這是真的啊 你希望你的小孩子 但是我講真的齁 我的女兒上完我的課之後 我這樣很清楚告訴她 她回到學校跟她們同學講 我們不是中國人 她同學跟她比這樣子 真的 她說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同學兩隻手跟她比 真的啊 很悲哀欸 我女兒講的是真話欸 她講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講我們不是中國人 她講的都是真的 然後同學都說你瘋了欸 所以我們有多少台灣人 現在是瘋了的狀態 是私的個人保護症候群的病患 大家都是欸 只有各位醒過來了 就我所學的齁 我在國外所學的 各位突然醒過來了 各位突然會覺得 這個世界很新奇 但是那些超過58%的台灣人 他們都魂魂惡惡 需要各位去喚醒他們 所以各位 拜託各位 回去以後 每天花一點時間上官網 看一下官網的文章 這樣好不好 官網裡面每天都有新的訊息 會上網的舉一下手 這麼多人不會上網 好手放下 不會上網的齁 我們有電腦班 會教到各位會上網 所以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蔣介石軍隊暫時管理台灣 他開始暫時管理台灣的時候 中國內戰勝負分曉 中華民國流亡台灣 離開法定領土 再另外的領土建立政權 國際法上被稱為流亡政權 就像法國流亡到倫敦 波蘭流亡到倫敦 他們暫時離開 他們的法定領土 所以他們要合法 就要回到他們的法定領土 他開始執行佔你台灣 一邊流亡在台灣 接著 他開始騙你了 光復台灣 反攻大陸 白色恐怖 開始戒嚴統治 這是台灣人最黑暗的日子 日子 我告訴各位 真的不要忘記228 因為他是用這樣子的 白色恐怖的情況 來統治你 我們的那些 有念過書的 我們這些 有學過一些專業知識 瞭解我們是屬於日本帝國的 我們這群精英 有人跑到日本去 跑到日本 跟日本人申訴 希望他可以幫我們 也有人去美國抗議 這些人後來都到哪裡去了 都只能流亡在海外 那在台灣島內幫他們的那些人呢 都半夜失蹤了 1947年的228事件開始 兩年之後 兩年之後 中華民國統計 在日本時代有戶口 兩年之後沒有戶口 或者戶口不見 或舉家戶口都不見了 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嗎 二十二萬五千人 超過二十二萬 有的可能逃走了 有些人是全家被滅掉了 所以你在那個 228和平紀念館 你看到的齁 只有一些人而已 你那時候只要視自 只要稍微趕發聲 他就會幫你當作判亂分子 因為他戒嚴 1952年4月28號 對日舊金山合約生效 新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權利 日本天皇有沒有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沒有 他是suspend 暫時被懸吊起來 是新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保留主權義務 但是日本天皇保有領土所有權跟主權 針對這段歷史 從國際戰戰法的慣例法來看 蔣介石集團替台灣人設立一個欺騙世人的陷阱與誤區 這段事實的陳述提供兩個重要的觀點 第一個 蔣介石軍隊來台接受日軍投降 日本台灣 只是 授其軍事戰時管理 什麼叫做軍事佔領 跟各位講 他的定義就是領土被敵軍所控制屬於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 觀念在國際上是拿破崙時代以後形成的 大約在1830年之後 所會形成的 所逐漸形成的國際共識 換言之 領土被敵軍控制 古早的理念是直接被證為併吞了 在1830年之前就被併吞了 就沒有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消滅了 1830年之後沒有 那個國家一直都存在 所以要成立軍事政府 國際法的觀念在1830年有改變了 到了1907年的海牙公約 有關於對軍事佔領的認知 變成各國必須遵守的國際法 軍事法屬於戰爭法領域的法規 而戰爭法不像是一般的民法刑法 完整的條文匯編 因為戰爭法包括佔領法慣例 談論戰爭法的時候 要查出各國處理戰爭有關的某種事情 要查看各國處理這些事情的慣例 所以這是戰爭法 戰爭法裡面大家都知道的 通責佔領不得一專儲權 1940年的10月 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建國以後 中華民國12月流亡台灣 這兩個重要的歷史跟法理事實 我們來看看在講什麼 除了海洋公約還有日內瓦公約 這些公約所講的規則 多年之後列入條文 戰爭法不限於海洋公約日內瓦公約 還可以運用各國的相關司法判決 軍事專家的解釋跟說明 還有其他法學家的見解 都是戰爭法涵高的範圍 回到1945年的10月25號 不用拍啦 這個告訴各位 在那個戰爭 在那個什麼戰爭史裡面全部都有 1945年的10月25號 台灣地區舉行投降典禮 1949年的12月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徙台灣 這個事件 都是在企圖 讓他的政權就地合法 台灣呢 後來的學者 後來的政治人物 不懂戰爭法 然後呢 中國人又說 你只要順從我 我就給你 我就給你做刀 我就給你湯給你撩 不然你就像 有罪而已 所以他開始去 讓台灣人 去誤導台灣人 就是那個58% 這個比18%還嚴重 主張1945年的10月25號 是台灣光復節 他所提出的證據有三 第一個開頭宣言 第二個波斯坦宣言 第三個日本投降書 好 他講到這些齁 我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宣言 各位知道嗎 我現在是大元帥 連休閒大元帥 我現在帶領著 這個亞太地區的艦隊 去攻打那個 比如說我去攻打越南 因為越南最近欺負台灣人 他把台灣人當中國人 我去攻打他 我宣言 只要 我宣言 只要越南 他願意賠償台灣的損失 現在他說要賠5億 這些工廠 只要願意賠償300億 我就放過越南 這叫宣言 我說的準算 打完了以後打贏了以後 要怎麼樣變成 真正要去實行的 我怎麼樣真正跟他要到300億 怎麼樣才能夠真正要到那300億 要條約啦 就像定立下官條約 定立 定立那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才會談到賠款的問題 我現在用法的 我用法 他就一定要給我嗎 我給他打輸了 我給他打贏了 結果不是打贏了 我給他打贏了 結果他跟他說他沒錢 我能耐他 我當然要透過國際法 透過戰爭法去跟他要錢 所以宣言 一定要變成條約才有效 好那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的23條 23條裡面的 第二條的B 請問一下各位 那個時候台灣 日本放棄台灣的 title 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就算在 波士蘭宣言開樓宣言 日本投降書 他講這些 如果他沒有指定收受國 他這些都只是宣言而已 他不是成為國際可以認可的 1952年的4月28號實行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他會講 沒有中國 為什麼舊金山和平條約 定立的時候 跟這麼多個國家 幾十個國家 定立和平條約 為什麼沒有中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沒有回到聯合國 蔣介石還在拗 還在拖 所以中國就沒有跟台灣 中國就沒有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列名 但是這幾十個國家 已經承認舊金山和平條約了 中國要不要承認他 也要 我們有一個民進黨的大佬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失效了 什麼時候失效的 我想請教各位 各位要去思考 他說失效沒效啊 當時沒效的 什麼時候失效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到底還有沒有效 當然有啊 我們說後令壓前令 後面有沒有訂立新的條約啊 有沒有 沒有啊 都沒有啊 你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請問一下姚嘉雯先生 他可以說 他跟他老婆結婚了 結婚了五六十年 有一張結婚證書 他也是公開申請 也去那個 那個 護貞事務所登記了 然後六十年之後 他突然跟他老婆講說 我們的婚姻無效 可以這樣嗎 他們有離婚嗎 沒有啊 就現在和平條約 從頭到尾都沒有失效 到現在目前為止都有效 到現在已經六十九年了 台灣沒有給中華民國 可是問題還在爭論 其實議題根本不存在 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國際戰爭法 解釋軍事佔領的定義是 領土被敵軍所控制的時候 是屬於軍事佔領 這是一種強制性國際法的觀念 要探討有沒有例外情形 可不可以使用新聞公報 國際會議的結論 投降書或者那個宣言 就可以達到領土過誤的效果 也就是說領土被敵軍控制以後 因為這些聲明 就可以跳過軍事佔領的階段 直接達到領土併吞的結果 可不可以 答案當然是 不可以啊 絕對不可以啊 可是中國的統治者 就是御用 御用台灣的學者 昧著良心這樣的主張 面對這樣的主張請教 有這個慣例嗎 敵軍入境 中華民國入境 當地的軍隊 日本軍隊投降 他可不可以強迫日本的軍隊 回到他們的 回去日本國 其實也不可以耶 他不可以把我們這邊的民族性消滅 這些日本軍人都可以有 那邊日本人他們都有 權力留下來處理他們的財產 也可以有權力留下來 繼續待在台灣 他不可以把他們趕走 結果他們把他們都趕走了 按照海牙公約的軍事佔領定義來看 中華民國確實是 邁克阿瑟將軍的那個托付來軍事佔領台灣 好 如果要做出例外的解釋 要提出三五個在國際上已經被 各個文明的國家所承認的 先進國家承認的例子 拿破崙時代以後不能因為先前的一些聲明 所以領土受到敵軍控制之後就直接併吞 完全不合法 所有涉及戰爭後 處分領土的情形 從來沒有中華民國併運台灣這種例子 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從來沒有人說 投降典禮完成之後 投降典禮齁 蔣介石還是代表美國的喔 上面有插美國國企喔 美國國企插在最前面喔 所以插最明顯的 所以他是代表美國接受台灣的投降 那當地領土主權 就過誤給入侵的軍隊嗎 有這樣子嗎 這種說法從來沒有被國際接納或承認 所以實在沒有例子可以支持這種併吞領土的說法 也就是說 在戰爭法的領域裡面完全不能成立 國際間可以斷言 1945年的10月25號 絕對不能認為是台灣光復節 台灣地區日軍投降以後 只能被認定台澎地區交戰國軍事佔領的開始 這裡開始而已 所以這是真的 這是真實的狀況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真的要回去 再次拜託各位 如果你覺得每天上網麻煩 戰爭史等一下去買 有人對這個解釋提出疑點 因為國際法書上有occupation的解釋 戰爭以前有聲明要併吞該領土 我有聲明了 進駐的時候就可以產生併吞的效果 對於這一點必須在進步研究 occupation這個字有很多種意思 這有涉及到戰爭方面的實務用語 但談的是軍事佔領 military occupation military occupation 你去一個荒島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省省省省省 你可以說發現佔領 叫做discovery occupation 英文要討論通 所以以後我們的英文跟日語是我們的母語 以後不用學中文了 中文以後是大學選修的課程 所以要知道說是military occupation還是discovery occupation 你要知道佔領是什麼 省省在英文裡面被稱為discovery occupation 我發現這個 我發現這個地方 我佔領這個地方 那現在很難找了 菲律賓幾千個巡島 你可能去找到一個小島 我發現我佔領 後者才能事先聲明我要併吞 所以國際法上產生一些效果 但對於軍事佔領就不能這樣做 因為拿破崙時代以後 軍事佔領所附帶的鐵則是 佔領不一轉主權 這個在海洋公約跟日內瓦公約 都有明確的說明 有學者異想天開說 馬關條約本身就是違法的 這個條約的效力不存在 這還好笑 大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跟大清帝國的皇帝 簽訂了下官條約 本身是違法的 我告訴各位 你要了解 他裡面剛開始的確違法 他那時候的條約定定 割讓遼東半島 割讓台灣 割讓澎湖 所以外國馬上抗議 你這個條約不合法 所以呢他們馬上 十天之內又修法了 重新訂立一個遼南條約 各位有沒有聽過 遼南條約定什麼 日本無條件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1895年他定立下官條約 一定立之後 要在十天之內 馬上再定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簽名不可以移轉租還 他不可以跟遼東半島說是我一本 每個國家都抗議啊 因為不合法嘛 所以囉 如果按照這個來跟各位分析 各位自己很容易去判斷 如果這個條約是合 這個條約是違法的 他遼南條約是不是要定定 重新訂定 把所有的土地都還給他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如果下官條約是違法的 他定遼南條約 是不是要把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都還給中國 對不對 他為什麼只還遼東半島 為什麼台灣澎湖不用還 台灣澎湖很早很早 日本就在這裡拓職了 七七事變之後 蔣介石正式聲明廢除馬關條約 是可以這樣廢除的嗎 他常常在講廢除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可以這樣廢除的嗎 他有沒有訂立一個新的條約 去廢除馬關條約 沒有 而且廢除馬關條約 也不是他去廢除的 他要找誰廢除 他要去找大日本帝國的天皇陛下 那個時候大日本帝國沒有天皇了嗎 有啊 到目前現在都還有啊 台灣領土主權 他那時候說已經回到中國了 但這種說法會碰到慣例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舉出三五個例子 國際社會已經承認 或者有這種情形 而涉及一個領土割讓的條約是無效的 該領土會變成 或者回歸原有的國家政府 或繼承的國家政府 找來找去 這種說法從來沒有被國際監獄承認 找來找去 從來沒有過 所以拿破崙時代以後 也沒有這種例子 所以主張馬關條約無效 對台灣領土割讓是無效的 根本是無稽之談 總之 我們檢查國際社會 發現慣例如下 跟國與國之間領土過誤的依據 都要憑國際條約 所以 1945年的10月25號 是台澎地區 軍事佔領的開始 並沒有領土過戶 台澎地區是日本主權領土 一直到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另外1945年 一直到1952年 這個和平條約生效以後 才能視為戰爭結束 中華民國在1949年的12月 在1952年之前 中央政府遷移到日暑台灣 是 離開自己的主權領土成為流亡政府 所以1945年 一直到1952年 這7年 都是在軍事佔領 你勉強可以說1952年之後 1952年之後 1952年之後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然後呢 台灣指定收受國 看誰來管理台灣 可是台灣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在1952年 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之後 台灣就開始正式進入 美國軍事政府管理的狀態 一直到現在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才會在各地貼標語 歡迎美軍親自執行佔領 所以1952年的4月到現在 美軍都一直是台灣實質掌控的人 這個叫做周杰倫演的不能說的秘密 中國絕對不敢說 流亡政府到底本質是什麼 流亡政府在國際法裡面定義 離開自己的主權 還有領土的範圍 跑到外國領土的政權 他離開他自己的 主權的跟領土的犯罪 走去外國領土的賤款 例如說西藏政府 跑到印度 成為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的本質 必須探討另外重要的觀點 就是流亡政府能不能就地合法 我們要說 美國總統從來不會去見什麼 馬英九 李登輝什麼 但是美國總統還會見那個達賴喇嘛 你看達賴喇嘛他還是世界宗教領袖 各國領袖都去接見他 他說有名對不對 他可以說 印度的這個什麼 德蘭沙拉送給我 這樣可以嗎 可以這樣嗎 我們來看 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政府在印度 德蘭沙拉西藏屠博自治政府 能不能經任何的方式手續流程 成為現在印度德蘭沙拉的合法政府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些流亡到倫敦的 許多的國家政府 可不可以經過任何方法成為英國 所在地的合法政府 答案是很清楚的 就是在拿破崙時代以後就國際法 完全找不到這種例子 所以可以列出一條金科玉立 就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得宜轉主權 各位這兩天 這三天學到一定要把這兩 這兩件事情牢牢的記在你的腦海裡面 我們裡面還有那個 因為時間關係 我把這個講完 我們沒有時間講下一段 因為下一段裡面各位可以去看 裡面還有那個民政府的初級班 必修的教材 你看那個title你可以去看 還有到底國際法裡面 到底哪些的位階在前面 你可以透過這些了解 到底哪些是真正的是國際上的 那個萬國公法比憲法大 那到底哪些法律比較大 那裡面通通很清楚跟各位講 我講的這些內容 都在國際戰爭法裡面 只是我把它彙整了 你書看久了 古代有一個文學家說 月見千變下筆成文 你看久了你就會融會貫通 我們真的沒有必要討論 中華民國在台灣 從早期的專制或者經過民主選舉 中華民國流亡總統的選舉 台灣已經逐漸演變成為國家 這種令人噴飯的論調 居然在台灣行之有年了 因為他選總統 因為他有立法委員 因為他有國大代表 那是流亡政府 他接的就是台北市而已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為什麼他永遠過不了左水溪 奇怪 我們南部的人比較了解說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北部的人都不知道我們不是中國人 奇怪 我們台灣的交友交友差到這樣 所以他們選都選不過左水溪 住在左水溪以北的舉一下手好不好 我住在左水溪以北 這樣我們有空要去我們南部的民主勝地去朝聖一下 去了解他們的想法跟我們有什麼不同 尤其住在台北的天龍國 我們台北是天龍國 都搞不清楚 都認為完全不了解 台北不是都最講法令的嗎 完全不了解法令 在台灣 讓國際人士瞠目結舌 要清楚了解 台灣能夠轉變成今天的民主 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有多少個在地化 直選總統 永遠不可能導致中華民國 完全變成台灣的同義詞 因為從以上的金科毅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占領不得宜轉主權 已經知道 中華民國這個體系要重新獲得國際合法 最好的方式是回到南京 然後重新執政 現在中國有給他入走 因為中國也怕他回到南京 怕他進去裡面顛覆整個 因為他的民主做得還不錯 那個黑箱民主做得還不錯 表面上 所以呢 他怕說中國人醒過來 哇 他們三四百萬醒著就好了 那中國人醒過來完蛋了 所以呢 他有給他一條路走 叫做金門或者馬祖或者平潭 所以我們建議他回到南京先撤退到金門跟馬祖 因為這兩個群島是中華民國唯有的主權領土 炸彈怎麼炸金門怎麼炸都不給他開花就對了 所以金門怎麼炸 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我有很多長輩就是剛好在金門 還有一個長輩他說 他那時候剛好吃飽飯出來 他走在前面 然後他師長跟旅長在後面 他後面的人都不見了 就開始開打了 823炮戰 我現在講到哪裡 好 自由時報社論有段中華文字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滿60年 對台灣的人民意識 台灣仍然沒有脫離中華民國的佔領 而且中華民國沒有擁有主權的佔領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據 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哇 為什麼笑不笑 在1949年繼承了中華民國 他也認為自己擁有中華民國佔領的台灣 各位現在要很清楚告訴各位 只有佔領台北而已 不過一如上述台灣跟中華民國之間 即使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沒有解決問題 台灣也不屬於中華民國 即使有朝一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 台灣也不會成為中華民國 中國的一部分 都不會 在 中國已經很清楚 他們也在研究戰爭法 他們都很清楚 軍事佔領有三個重要事情要釐清 國際法的學者因為對戰爭法領域學問不熟 所以軍事佔領也往往談不清楚 所以呢要說明 軍事佔領要探討 什麼時候開始佔領 佔領全國哪一國 什麼時候結束 各位台灣什麼時候開始佔領 1945年8月15號以後 開始被軍事佔領了 因為我們戰敗了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佔領全哪一國 美國 佔領什麼時候結束 還沒有結束 所以呢你看 加利福利亞那個加州 還有關島 菲律賓 古巴 波多黎各 這些 都有 都有這樣的時間 因為 時間關係 我們的時間快到了 所以最後跟各位做一個總結 我們沒有要跟中華民國 我們沒有要跟他抗爭 我們不使用暴力 不使用武力 我們有很多方式 我們的 我們的開中民意的都有告訴各位 我們不使用暴力 不使用武力 但是我們用任何方法 跟日本配合 跟美國配合 促使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這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要各位 當秘書長的眼睛 當秘書長的耳朵 當秘書長的嘴巴 一起 讓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醒過來 讓我們從今天開始以後 把 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列為我們畢生的直至這樣好不好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各位同心 好可憂貫 早晨金 各位同心下課休息十分鐘 我們